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建议工程的董事长 潘仁杰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董事长您好 董事长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建议工程 它是属于水电工程 但是水电工程这个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专门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的这个服务的一个范围吗 好 我们能够承接的一个案子范围 小置 我们买新屋 需要做部分的装潢 我的全屋装潢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那大致像新建厂房 新建的 新建层屋 这个我们都 从小到这里的范围都可以做 那以至于刚刚我们先前提到的百货公司 医院 厂房 这些东西 那在我们的范围里面都是可以去应付 OK 所以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对于水电 我们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都需要 那所以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你的工作其实真的很了不起 这个工作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只是以个人的经验在 在个人经验跟我自己的理念在做这件事 那比我厉害比我支撑的 其实在我前面的前辈都还没有 应该是说您的态度 比如说过年后 你接到一个电话 ICU这边跳电了 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立即赶过去 没办法 你也得立即赶过去 赶过去之后 你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那天的一个急迫性 先看看先找先看现场状况是什么情况 因为是跳电没有电 那当然是先去找他们的一个院内里面的配电盘 因为通常没有电了 我们会直接联想到是配电盘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去找 那找到原因之后 因为花了一些时间找到原因之后 那开始讨论说 立即讨论说要怎么处理 那因为是线路呢 线路因为有过热过窄 那它会有 那种状况有点偏向 偏向走火 所以说需要立即做这样的一个 更换线路的动作 那所以当当下就已经就讨论了 讨论说我们需要怎么去更换 那要不去影响到其他病房的一个状况 是是是 那这样以这样的方式 那或者是时间上是不是当下可以处理 还是说需要在某些时间 我们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 对 你当时还遇到一个就是 医院他们用的零件是特殊规格的 所以也不是你们有时候没办法马上帮他解决 没有办法说立即的去把这个东西给找出来 对 需要时间 是 有时候真的是遇到这样子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您自己本身对内的这个部分 我们成立这个建议工程 其实是真的会看到就是缺工的状态很严重 对不对 对啊 嗯 嗯 所以您在内部你会想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以照如果以照传统的方式来来来做的话 我想想要把人才留住了 那确实是治安难行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说我我我我非常我非常愿意 也非常希望说把我们的一个对于员工素质提升 导入一个我我我们正在规划的教育宣传课程 那我们在在接触到现场实际工作的这个情况 也可以学到现场工作学不到的一个理论性的一个学 学学学学术的一个理念 嗯嗯OK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建议工程 它整个都是在你接触了20年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把你的一个呃坚持放在建议工程上面 你希望可以推动 所以呃连logo都是由您自己亲身亲自设计吗 是 你可以不要秀一下你的logo 哈哈哈哈 哦好哦 嗯嗯嗯嗯 它代表什么意思 呃它它是代表一个月亮跟太阳互相对应 互相照应 嗯嗯 白天的时候呃 白天的时候可以照亮去 可以可以把月亮给照照亮 那晚上的时候呢月光的一个亮的那个光光亮可以照照亮太晚 嗯嗯嗯 彼此都有互相照应的 那你不是在告诉我你是24小时接受那个抠影 当然不是哈哈哈哈哈哈 没到那种程度了 OK好 那呃就在这个员工训练上面你已经开始去做规划了嘛 那可以跟我们讲说跟呃厂商这边的一个对应啊 协力厂跟你的关系肯定也是好才有办法去在这么复杂的一个水电 工程的官呃呃的一个作业上面有的时候如果遇到不是你的这个范围的话 你都是怎么处理的 嗯嗯哦我们都还会跟嗯都还是有因为呃水电工程里面 它有区分了很多很多范围在里面 那很多部分其实不是我们 我们的范围职责范围专业范围里面可以去去去完成 所以说我们都还是有呃相相互对应的一个厂商 蛮不错的配合厂商 可以来帮忙协助我们去团成这样的工作 是是是是嗯大家其实最重要的呃这个专业分工清楚 而不是就是轻易的跟呃我们的这个客户讲说这个我会结果不会 当然这个很严重呃水跟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么严重的事情 好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您目前这个工程您呃呃最远的一个范围呃可以接到哪边 呃我们在在从以前以前的以前的经验里面我们到台北华航 华航的总办公室去 嗯那澎湖的饭店澎湖的民宿 对那像我呃我自己是在高雄 所以说最最主要的范围都其实我们都还是是只单一跨一个形式 嗯那高雄在高雄就屏東要不就是台湖 是是是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范围 嗯所以那种工程都是特殊的工程 对嗯原则上你在接工程之前 你可能都会去做一些厂勘的动作 对不对 是啊这个厂勘的动作你收费吗 呃厂勘的动作如果说以小小案子小工作 甚至估完价是几万块的东西 我们我们甚至我们都可以 依现场状况马上给客户的一个费用 那这个呢 是因为就就在现场也给客户一个方便 是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嗯嗯嗯嗯 那像如果如果说我需要就花费一些时间 跟心力去去做计算跟跟制作报价单的话 那我跟客户说这个这个部分 我会先说我们会在完成之后收取相当的费用 ok ok好哦呃可以跟我们讲就是呃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水电的这个部分 我们自己是消费者我们本身可能有一些水电的需求 这个你也接对不对 可是呃比如说像一些呃公家机关的这种需要标案的 你其实在这个部分是你现在目前投注的 嗯嗯嗯嗯嗯这个部分他呃为什么你会想要去接这这方面的案子 呃因为公家机关的案子有呃 他有些部分是其实也是在因为这个这个部分呢 其实跟私一呃以往在做私人案子的一个规范呢 也完全不一样 他有许许许多多需要需要去去去跑的行政流程 那以及以及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案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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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 以及他们所定制的 所特定的一个 厂牌 东西啊 设备啊 他们都会有一定的 一定的 要求 了解 这个其实跟您所谓的这个 本身提到教育训练 就这些东西都是有本有缘的 对 然后还有您可能也有 刚刚提到就是接百货公司的案子 不同的这些场地 它基本上那些法规什么都不一样 都必须要很熟悉 所以这个案子本来就是不能乱接 所以你也在这个当中 凸显出你的专业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领域 基本上真的要做功课 才可以进去 是也需要 也需要有一定的实际经验 是是是 OK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您对于建议工程的一个 短中长期计划吗 好 近期的话当然我们希望说在这一两年时间内 我们能够让整个经营工程里面的工作案子 我们能够强大地稳固 是 那我们也计划了能够在这一两年内 拿到任何一个没有特定的工程方面的一个讲项 是 是 對我們盡力去做 好喔 長期 中中長期來看的話 一定會有教育訓練 讓員工提升本身的素質 這樣的員工好 那也體現了我們整個公司的一個質感 是 長期當然是希望說整個我們的公司能夠 我們去永久長久的經營下去 OK OK 好喔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就是 從你自己 因為父親的那一代就已經開始做水電了 然後你也願意去了解水電 然後到現在有自己的公司 然後把自己的全副的理念投注下來 你對於這個水電工程的這個部分 其實自己能夠在這個地方變成是一個專業 您都還謙虛 您不是專業 可是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您在公立的這個部分 您是很身體力行去做的對嗎 是 對 會 有時間呢 有空呢 或者是 有地方需要我們會 不見得說每個地方我們都可以跑 但是 在時間上允許的話 我們就會把時間放出來 是 帶著自己的小孩去做這件事情 OK OK 這個也是你在工作之餘 你不把這個事情當成是一個什麼 你當成是一件心靈上面覺得很快樂的事 對我希望能夠教導小孩讓小孩能夠 能夠去體會整個社會的一個實際狀況 因為沒出社會 能夠讓他們去體會 也不用說因為 給予小孩的東西算是已經很足夠 是 那有太多 小孩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再 藉由這樣的東西 帶出去讓他也看看說 我們擁有的其實真的很多 老實講水電工程它是一個 以前的印象是 比較是屬於 男人在做的事情 可是你們家有小孩你是一個女兒嗎 對不對 以後要不要去承接的這個部分 有時候我們到底要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呢 如果說只是做一個 後面的 後台的一個 相關人員 這個倒還可以 如果說以實際跑在現場的話 這個我還真的 因為這個呢 還沒有辦法在 從以前到現在還真的沒有 沒有遇過說真的有能力去 去掌握到 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工作掌握得住的一個態勢 也不能這麼說啦 應該是我還沒有遇過啦 應該是有啦 對 但是其實小朋友都有他的想法 就像你 當時 就是接觸了水電之後 你也會慢慢的對於水電產業 寄予就是 真的我們大家怎麼可能會 過到沒有水沒有電 所以水電對我們來說 就是您的這方面的服務是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您 等於在傳承的理念上面 有更多的人支持你 你自己的本身的員工也是支持你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這個建議工程 然後 跟更多的這些 有接觸到的人 大家一起共好 今天非常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